主料,高筋粉三杯,甘酱母两小勺,苹果二百克,水利二百克,辅量,色拉油,肉桂粉,白糖,地粉水,全蛋液,盐四分之三勺,色拉油三大勺,白糖三分之一杯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肉桂粉过筛杯好待用,苹果水利切丁待用, 金蛋液备好待用,锅内加入苹果雪梨丁,倒入肉桂粉和白糖,一块煮至苹果雪梨软透,加入淀粉水,煮收至离火待用,盆内倒入高筋粉,加入用少许温水融化酵母,搅拌均匀,加入色拉油搅拌均匀,加入糖搅拌均匀,加入35克蛋液和140米水搅拌均匀,加入盐搅拌均匀, 然后倒入到面包机内,开始在面包机屏幕上选择,显示颜色选择起眼,重量选择700,菜单选择4P前面包,按启动键面包机就开始工作了, 如果怕面包机盒的精度不够,可以在面包机工作了10分钟屏幕显示时间是2.40时就按停止,因为这个时候面包机会暂停一下,可选择此时停止, 重新启动前面包程序,再开始和面做面包,以后可以全程让面包机控制,搅拌到第二次25分钟时,屏幕显示时间是2.25时, 把面包机停下,让面团留在面包机里进行一发,发酵40分钟,发至两倍大,一发完毕后,将面团拿出来排气, 然后将面团分成8等分,滚圆醒发15分钟,醒发后面团用手按按排气,拧成薄片, 包入苹果肉贵内馅,拧好封口,封口朝下排进铺有油脂的烤盘上,放进烤箱进行二发, 二发好的面团刷上全袋叶,用剪子在面团上剪出十次小口, 预热烤箱190度,烤20分钟至于面包机黄即可,烹饪技巧, 一,注意教母不能直接接触糖或盐,二,随个人喜好包其他内馅也可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